新增的本土案例案908 1月23號陪家人到憑證某醫院看病 與在同間醫院的案889 有20多分鐘的接觸 研判式感染途徑 寒病毒的飛沫停留在醫院門把桌椅後 經其他民眾觸摸 再一個沒有注意 雙手摸上自己的口鼻 就可能感染 因此有沒有做好個人防護 格外重要 根據案908的疫調 指揮中心將擴大狂烈人數 並定調為另一起院內感染 但憑證某醫院趕緊發出聲明 表示目前全台只有部立桃園醫院 屬於院內感染 嚴格的定義 它的確不是院內感染 住院病人在院內發生的感染 那才叫院內感染 媒體跟民眾溝通 讓大家知道 在院內的環境裡面有感染的話 我們就先把它列為院內感染 衛生局檢測 憑證某醫院環境安全無余 門診維持正常運作 請民眾不要過度恐慌 大一新聞張太玲 李明華台北報導 好 其他的國際新聞 感谢观看